第185章,照前的坟地。 按理说,土坟只是没有外圈,但是会建内圈的,以保护里面的棺材不受侵蚀,可是,这的确是没有内圈的样子。 往下挖了之后,我们才发现,不单单是没有内圈,棺材也没有。 我们顺着绳子的方向往下面挖,既没有挖到内圈,也没有挖到棺材,而是发现绳子是拴在一块石头上的, 见挖到的是一块石头,我和先生都有些惊,而且有些不可思议,这时候我也管不着手背面上的,干土磨得疼。 于是和先生将整个坑不断扩大,为的是把整块石头都给挖出来。 后面我们发现,这不是普通的石头,而是一块杯,是立着的一块杯,绳子拴在了杯上,杯下面的土很松,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用手就能挖这么深的缘故,特别是到了下面之后,好像下面有一股水,因为泥土开始和水混在一起,挖出来的都是烂泥。 杯有半米来高,下面是一个石台,只是这块杯上却什么都没有,一个字没有,是一块无字杯。 到了这里,我开始不解了,为什么赵钱的坟没有棺材,也没有它的尸体,而是一块这样的杯,难道棺材是在杯的下面,但是看着一点也不像的感觉。 我又想起大姑奶奶说起的那是,赵钱吊死之前,忽然说要把它葬在这里,看来不是没有缘由的,如果说赵钱的棺材和尸体一直都不在这里,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成为凶煞之地,还是说这里本来就是凶煞之地? 在我思考的这段时间里,先生已经各种观察查看了这块杯,后来先生说杯好像和石台不是一体的,可以动,于是就让我帮他,看看能不能把石杯给从石台上掰下来。 我于是和先生站稳了,掰着石杯往一边使力,最后发现还真动了,然后我们就感觉石杯动了动,就往我们使力的这边倒下来。 我们看向被掰倒的石杯下面,看进去的时候,我被吓了一跳,因为我看到自己出现在里面,然后再看才发现石杯下面有一个放东西的地方,而里面放着一面镜子。 先生将镜子给取出来,才发现这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镜子,而是一面铜镜。 镜面的部分被打磨得很光滑,人的影子可以清晰呈现在上面,只是我看进去的时候,发现里面不单单只, 只有我和先生,后面还有人。 猛地看到,之后我吓了一跳,就回头去看,哪知道身后根本什么也没有。 我咽了一口唾沫问先生,说他看见没有,先生却反问我说,看见什么。 我说镜子里面还有一个人,然后先生朝着后面照了照,自己看了一遍,看着我说他什么也没看到。 我因为刚刚才被吓到,于是不敢再去看,但是听见先生这样说,又怕是夜里黑暗看走了眼,于是就又朝镜面里看了看,哪知道这才一看,就看见一张脸,就贴着我的脸,出现在镜面里。 吓得我顿时,就往侧边让开,可是我身边还是什么都没有。 先生这才觉得不对劲了,于是将外衣脱了包住镜子,这样久不会有事了。 我见先生这样做,于是就问先生说我们是要把镜子带回去吗? 先生点头,他说,我们先下山去,等之后再找人来,好好挖挖下面,到底有什么? 我们回到家里之后天已经大亮了,我和先生全身都是脏泥,但是我们没顾得上睡觉,就托奶奶去找那些泥巴酱和我们上山,奶奶问起,我们才把这是跟奶奶说了。 奶奶也觉得奇怪,她说,虽然两家有矛盾,但是赵钱死后,他们也是去出了病,而且爷爷他们是跟着去了坟地上的,说没这样的事啊,莫不是后来被人给换成了那样? 听奶奶这么说,我们就更加肯定了,赵钱这是没完。 于是之后我们没睡觉,又去到坟地上,后来奶奶也和我们一起来了,我们到了坟地上之后,上面南道光景和昨晚的基本上没什么两样,奶奶看到这种格局,更是惊的话都说不出来,连连说这真是怪事。 后来,这些泥巴酱把坟地往下面挖开了,发现除了石碑和石台下面就再没有任何东西了,棺材和尸体根本就不在里面,最后先生说棺材肯定在阴宅里面,但是尸体的话,先生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。 他说,赵钱的尸体应该从未腐烂,而是被附身了。 就像我们昨晚看到的那样,虽然人是他,但是里面的亡魂却已经不是了。 所以先生说他的亡魂应该也在阴宅的棺材里,但是先生却并没有说要去阴宅看。 而是提议说,我们先观王,看看能不能叫到赵钱的亡魂,如果能叫到的话,自然是最好。 就可以问他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如果叫不到,那么就只有找机会到阴宅去找了。 自从十月初时从山村回来之后,奶奶基本上都不做这些事了,而换成了母亲在做。 只是村里的那些人还不知道母亲会这些,所以,有事还是来找奶奶,奶奶依旧帮他们做,也没有要母亲接替她的意思。 回去之后准备妥当,母亲就捏香叫亡魂,期间请神的时候相惜了一次,如果换做是平时,今天就不能叫了,就要到隔天,但是母亲却重新点了。 母亲说这不是请不到神,而是先请了一个,但是后来又来了一个,似乎后面这个要做这个事,于是就把香掐了,前面请来的就走了,所以母亲说,重新点重新请神。 这是之前从未遇见过的情况,连奶奶都说,这事,看了有些不一般,后来倒是一切都很顺利,而且就像先生说的那样,先生的亡魂能被叫到, 也就是说,的确是有别的什么东西附在了赵钱的诗身上,和秋布那样是一个情形。 叫来之后,母亲问了我们想要问赵钱的事,看母亲问的顺序,应该都是得了赵钱的答案,最后问了差不多,母亲就送神,再接着送亡魂,但是送亡魂的时候,却忽然出了事。 这个我们是,看得真真切切的,我亲眼看见,地上盛着水的碗,忽然就从中间裂开,一分为二。 紧接着,我看见母亲的手不自主地颤抖了一阵,接着香就吸了。 香吸了之后,母亲忽然睁开眼睛,然后说,赵钱不肯走,强行送也不行,现在她就在我们家里。 听见母亲这样说,我们觉得,这是果真复杂了,若在平时,这肯定是不得了的事,但是现在,我们只觉得,这里面一定有内阴,赵钱不肯走,绝对是有原因的。 于是我们暂且先不去管赵钱在不在家里的问题,而是问母亲赵钱,都和她说了一些什么。 母亲说赵钱告诉她,她的尸身被一个凶煞的恶灵给占据了,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,她的亡魂却不在阴宅里,而是在我们在山村四合院地下发现的那个岩洞里。 她说她在那里,问她是怎么去的,她说她也不知道,只觉得稀里糊涂就到了那里。 而且听她的话音,她似乎很怕那里,要不是我们官王把她给叫了回来,她是根本就不能离开的。 赵钱就说了这么多,对于坟地上的事,她也不是很清楚,只是忽然就出魂,去了那个地方。 至于为什么会埋着一块杯和镜子,她更是一无所知。 之后先生说,赵钱好歹也是她父亲,既然现在赵钱不肯走,那么暂且就建一个牌位给她,让她好有附身之处,否则长此下去,她要么就消散掉,要么就要去附在别人身上,少不得又要闹出一些什么事来。 后来先生,在院子的角落里,用砖头搭了一个简易的神龛,然后刻了一个牌位给赵钱,每天早晚用香火供奉着,倒也没出什么事。 先生说,如果可能,等过一阵子,这里没有那么多事了,她就把牌位带回镇安去,相信大姑奶奶也不会反对的。 只是,先生也知道这是很难,甚至是不可能的事,因为只是几天之后,怪事就找上面来了。